众生所有为这门 众生是生闻 原觉菩萨佛 都是从这个门里成就的 这叫门 我曾经在讲习里的同学们讲过 宗门教下 在中国年千年当中 成就的人就真正明心见信 见信臣服 审视报处的人 肯定超过三千人 佛教室公元六十七年 正式穿到中国 将近两千年 有这么多人成就 念佛往生到净土去成佛的人 这两千年了 我保守的估计是十万人 你是多殊胜了 我们出净土要走别的门 我们走不通 我们没有那么能力 我们求往生就 这门我们走得通 我们有把握 为什么 那些门真的要断烦恼 断烦恼难了 这个方法不要断烦恼 待业往生 只要我们有能力 把烦恼扶住 就能往生 扶 比断容易太多了 怎么个扶法呢 一句阿弥陀佛 是要悔念 当我们齐心动念的时候 不管是欢喜 是忧虑 还是恐怖 还是怨恨 这种念头一生 阿弥陀佛把这压住 什么念头都归到阿弥陀佛 这就把烦恼扶住 这就能待业往生 阿弥陀佛需要这个条件 你扶不住 那就没法死了 扶住烦恼 灵命宗是在扶的时候 吃了来不及了 平时要训练 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训练 顺境 善云 不齐贪心 不齐贪念心 喜欢那个心 那个念头一起来 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 逆经 过云 这个冲突 成会生起来说 阿弥陀佛 都把它打掉 统统归这一句 阿弥陀佛 这叫会念 这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像练兵一样的 灵命宗是 是他这样 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你就往生了 48元第18月 灵命宗是 一念十年 都能往生 可是平常你不念 到灵命宗时 你那个无欲气情 要是出来了 你怎么办 立刻就到山头去了 能不能往生 是最后一念 平常不用功不行 平常不放下不行 平常什么都看得很淡 样样能放得下 我们的烦恼就大幅度降轻 没有那么严重 这一句佛号 很容易把它换过来 所以一定要放得下 要知道这个世界 什么都确实下的 一场哭 真的 你把它看成做梦 梦里都得到黄金 不会喜欢 起来的时候 一样也没有 梦里就遇到了 是冤家对头要杀害你 没事 行过来的时候也没有 全都没有 把这个世界看作梦境 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 看作我们旅行 观光来玩的地方 这地方一样东西 不是我的 过年天我就走了 日本我这次来是第七次 第一次来住的时间最长 住了二十一天 其他的大概都是一个星期到十天 把世界当作旅游的地方 观光旅游 不是老家了 老家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地方将来我们一样都带不去 连身体都带不去 你何必要支出 何必要占有 这种什么都据为己有 这个念头是最糟糕的 这个念头是三土的念头 有这种念头的 没有不堕落魂出身地义 这叫真正愚痴 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怎么会干这种杀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